农历3月23号是妈祖的生日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盛事 简安乡甘城福德宫妈祖协会 举办了甘城春妈祖圣诞及绕境活动 现场学中为特别前往参加前程的参办 祈月妈祖毕业花莲县境百姓 四十无灾 安居乐业 花莲县简安乡甘城福德宫妈祖协会 理事长黄福胜表示 农历3月23号是妈祖的生日 为了迎接一年的盛事 12号并且在甘城村 几封路甘城地下道上面的福德宫 办理妈祖圣诞迁区活动 而李坚士和信徒们则是绕着甘城村 进行绕境的活动 来祈求村民能够和尽平安 这个门是甘城村啊 全村是老 走路吗 走路啊 没有有车子啊 有七爷八爷呢 很多闹呢 真的啊 我看你看 哦 祝大家路 就举手啊 戴口罩啊 对啊 就这样啊 我们花点后你放心啦 啊 不会轮轮啦 蒋想让尤苏贞也前来参拜祝福 借由我们的妈祖来护佑大家的平安 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甘城 在我们的福星 在我们的村子里面 看到大家聚集起来 为我们平安健康 跟我们的这个圆满 来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祈福许愿 我相信妈祖跟我们的土地公爷爷 会带来新的一年里面的健康 现在许真伟在四点钟也前来现场 同时也向乡亲衣握手 包括民政处副处长黎威 复婚起花连办公室主任邱真良 简案向余淑珍 陪董现场许真伟也祈求花连和静平安 我们黄竹正 我们的市长 大家好 大家好 真的很感谢大家 我们的公平 这个妈祖宗群 来让我们的整个花园和静平安 而且让我们一起能够全款能够跨小 跨五 跨养 希望我们这个妈祖伙伯伯 保佑大家 给我们大家共同来护士我们这个福德光香火 好不好 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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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 简案向甘存福德公妈祖协会理事长黄福生表示 甘存村是道道地的农家村落 前来参与的信徒有100多人都是在地人为主 而这次是大争战的举办绕境活动 就是要让农民们能够获得妈祖的护佑 在今年能够五股丰收 记得请欢迎接下来 我们到